然後因為暑假人潮比較多關係 所以暑假到一直到上禮拜 我們就是倡讀居家的舞台都是在戶外 那其實在戶外跟室內的就是整體啊 像不管是表演者跟來看的那種感覺都不一樣 其實我本身我是比較喜歡就是室內因為 感覺比較溫馨 就是跟台下人感覺就比較貼近這樣 不曉得你們覺得呢 然後今天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今天的月亮 如果現在還有月亮的話可以看到 我看就是今天是月全食就是月亮會一直被吃掉 是這個意思嗎 其實那個我對月全食印象應該是國小自然課的時候 就是老師規定你一定要 一定要那個 對啊跟你一樣的美美 你也國小嗎 不是啊 所以老師就一定要就是要逼你觀察那個月全食的就是他的那個 從頭到尾的那個情況這樣 如果現在做外面的人呢 你可以抬頭欣賞今天的月亮 好 第二首歌我要帶來一首我最近愛唱一首歌 那他呢唱這首歌他10月18號會來 他叫做陳永龍 還有一首歌叫做聽我輕輕唱 我還在傳謀那個情境 可是我覺得這全地域非常的舒服 歌詞也寫得非常的美麗 他可以聽聽看 他可以聽聽看 好 緊緊擁抱著啊 緊緊擁抱著啊 我不會再害怕 你牽著我的手 唱我最愛的歌 你的心想 你的心想明亮 會在我身旁 在一笑的夜晚 緊緊的唱 人生沒有聚散 他愛的憂哮 我會學著飛翔 他愛的憂哮 亦是亡羊 好想靠在你身旁 听不清这场 亦是我最遥不可及的梦想 紧紧拥抱着啊 我不会再害怕 你牵着我的手 唱我最爱的歌 你的心上月亮 陪在我身旁 在一下的夜晚 轻轻地唱 人间没有聚散 哪来的忧伤 我会学会陪下 你与风与山 悲伤的眼泪去中 云散感情感想 故事结局人生总要成熟孤单 那世间的河鸟带我去远方 再回首一世亡羊 好想靠在你身旁 听我轻轻地唱 亦是我最遥不可及的梦想 你的心直 你辈脸 你乱issant 你可爱的忧伤 你不得 你不得 你身旁 主義的版本 我剛不要唱最後一句 我忘了怎麼發音 因為我是來自那個新竹的泰雅族 不知道有沒有新竹人呢 好 顯然新竹離台東真的是太遠了 整個就是對角線 然後呢 我們10月份的節目呢 已經公佈了 然後如果對節目 10月份的節目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外面有一個 很漂亮的放文宣的地方 可以去那邊索取我們的節目單 好 那第三首歌 那就是 其實我 好啦 這首歌是 阿妹的最後一次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 那今天都是 呃 帶來的比較抒情的歌曲 因為就是秋天就會 容易讓人有一種惆悵的感覺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跟我一樣 有嗎 還是你很開心 好啦 我還是唱歌好了 好 那如果我唱完這首歌 接下來也就要歡迎今天的 報名的朋友可以利用我唱這首歌呢 趕快把你們的樂器調調音啊 跟他說說話 就等下上場的時候不要有什麼狀況之類的 好 你可以調音嗎 你不會喔 最後一次 就等到你了 我可以講完 你不會聽到你 那是 你會講完 呀 你會講完 也有什麼狀況之類的 你會唱的 你會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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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聽你 你會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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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電話可以不接 我的捐定不能消滅 他的微弱可以切斷一切 卻因為寂寞 什麼理由都對 感情編成一種厘缺 誰 誰都不想再去安慰 你已不是我僅限的浪費 只因為寂寞 是每個人的星座 我想這是最後一次 可以就從任性放肆 人總是在絕望的邊緣 才能看清楚自己淪落的樣子 還能夠別傷害幾次 我們剩下多少日子 你在我心裡的位置 是捨不得看完的故事 感情編成一種厘缺 誰都不想再去安慰 你已不是我僅限的浪費 只因為寂寞 是每個人的心痛 我想這是最後一次 可以叫做任性放肆 人總是在絕望的邊緣 才能看清楚自己淪落的樣子 你還能夠被傷害幾次 還能夠被傷害幾次 我們寫下多少日子 你在我心裡的位置 是捨不得看完的 只捨不得看完的故事 看完的故事 降低下我心裡的 generational 這個人要告訴你 你還能夠被傷害幾次 我甘請 Southeast somewhere 這樣 Captaining 這樣的虻iliz 法律 我該怎麼 收拾 好 謝謝 聽歌愉快 開心一點啦 不要那麼醜悵 好啦 接下來我們就 又歡迎我們今天報名的第一位 那他是非常支持鐵花春 以及唱作劇家的一位 剛退伍的帥哥 他叫做雞湯 好 他今天帶來烏克麗麗的演出 那我們就掌聲歡迎雞湯